仙到底是什么? 仙就是要摆脱受缘的约束达到永生 仙到底是什么? 仙就是要摆脱受缘的约束达到永生 优优独播剧场 大家好,吴鲁峰 刚刚呢,这次我们两个在一起呢 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位置换了? 诶? 对哟 平常我坐那边,他在这边的嘛 因为我们今天不开炸火店 今天我们其实就继续在做我们的离合制作的过程 那阿甘呢,在这个片子里面呢 是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 对,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担任一个角色 因为只有一个角色 有两个角色,一个半角色 很多短片呢,有一个很大的短板呢 其实如果大家有看短片的话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演技不给力 对,不只是短片 有些电影也是一样 就总而言之很多时候那故事多好的话 对,对,对 演员不给力 对,对,对 也会破坏掉 所以吴老师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因为我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其实很多拍短片的导演呢 都应该懂得如何避重就轻的 如果知道演员没有演技的话 就不要说啊 因为他是我的女朋友的母朋友 或者因为他是我的女朋友 而造成我就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 对,这个很重要 我就要给他 我要多给他特写啊 要给他多一点 其实这个是 死穴 自寻死路 的一个做法 自己挖坑自己埋 对,对,对 所以呢,其实在拍片子里面呢 他们每次说 选决的成功就是拍片的一半 so casting is half the way done 所以 那如果你写剧本的时候 你心里已经想 哦,我要找这个人演 这个人已经答应了 要帮你演的话 那你就可以完全 以他的性格啊 讲话的一些思路啊 来做 但他就算是不会演的话呢 不会演的话 其实你的情况是 你不是不会演啊 你会演啊 只是可能 要你给多层次的表情 可能会困难啊 就不是那一种演员 对对对 就多层次的演技哦 是指什么呢 就比如说 我现在要你悲伤 那你可以给我一个悲伤的表情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给我更悲伤一点 那这一点是什么 他自己要体会 比如看剧本 看那个 然后体会出 然后再出一个更悲伤一点的表情 什么叫多一点 什么叫多一点 或者少一点 对 所以好的演员总会跟你讲 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选择 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拍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 也不能讲轻松 但是至少 你知道 有选择 对 你知道他有这样大的宽容度 你可以 怎么怎么去做到这个 所以 那你的情况是因为 因为你不是演艺学院出生的 只有一个选择 对 他只有两三个 还有 要是没有表情 要是太多 太中间的 所以一般是有两三个 然后有一些是尴尬 因为一出镜他就紧张 那我们的情况是比较 因为我们经常面对镜头 我想 对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还好 还好 比一般人多了一点点好 对对对 经验 面对镜头的经验很重要 至少不会觉得尴尬 对对对 就至少我们看到镜头的时候 我们会想像镜头的背后的你 希望我能够表达什么东西 对对对 所以我 我可能有机会 我再拉一个casting director 来跟大家谈谈选择 哈哈哈哈 我再拉一个casting director 来跟大家谈谈选拳的这个 的情况 所以选拳 对于整部片子 不管是长片短片 微电影 都好 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 当然最好是找natural的 就比如说你要 然后你的 基本上要求一个35岁的 看起来很年老的男人 那你就找一个35 看起来年老的男人 未必要看起来像35岁 因为35岁这个只是一个概念 但是看起来很老这个很重要 尽量不要用化妆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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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之类的特效啊 之类的 我们之前有一部片子 就是进了这个 意大利电影节的这个 片子呢 我们里面有一个角色叫龙哥 嗯 龙哥头上的皱纹就画出来的 结果就 就 其实他演技OK 可是大家一看到那个皱纹就 扣分了 扣分了 就出戏了吧 哪里有人这样子画自己额头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要的话就尽量找 那 那我们这个 所以我刚刚 所以我把剧本 弄好的时候 我就在想 阿甘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然后 如果我是以这个声音来推动画面的话 那阿甘的声音是很重要的 play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那我要用阿甘的声音 还是找另外一个人来配他的声音 这个也思考了一下子 但是阿甘的声音是ok的 所以今天呢 就来我家 就先录这个声音 这样子 第一次讲我的声音ok 我和大家讲一下 胡老师讲我唱歌不行的 这十多年来都是这样子 第一次听他讲我的声音 声音ok跟唱歌行不行的两个意思 哈哈哈哈 先说明 他说我唱歌不行 不是我走音喔 就是 那个声音是不适合唱歌 不适合不适合 但他做旁白啊 这个东西都ok 所以就 让他来录 那录的时候 我就用了这个 Rode的这个 NTR 就是Rode的 ribbon microphone 我很喜欢这支 mic 因为他 他的低音的那个表现 哇 很雄狠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也不懂 原来我有这样的低音 哦 那个 哦 那那个声音啊 可以沉 沉下去 这样子 那我就跟他讲 他一直很担心说 就说啊 就 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 不是说 哎呀要不要压住声音啊 要压住声音啊 之类一样啊 不要呢 你就自然就好了 自然就好了 果然 那个器材的选择 器材的选择 对对对 真的是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就有点像我们录鼓的时候 用一个drum mic 这个是个drum mic 这个是drum mic 这个是bass drum用的 drum mic 专门给鼓的 所以其实 不断你是录什么样的东西 那其实我可以用深海赛 我可以用奈门的 TLM 或者是U2787 但为什么我没有用那些 因为那些是中高音很漂亮 哦 可是他的低音这一块 可能就没有这个NTR 我觉得NTR的低音 很inspiring 你听 哇好像想多讲两句 能够给我多讲两句吗 这样子 挺挺好挺好的 这个录我唱歌会好提点吗 呃我们可以 唱海一声笑 哈哈 对唱歌的那个 我真的是 不行我一定要录一首歌 我一定要拜托胡老师 哦 好了 帮我录一首歌 行 然后我可以做一个传家之宝 不是传家之宝 这个叫什么 Yam Go Yam Go Yam Go 去卡拉OK就要唱这个 啊 然后我们可以叫Edmond来弹吉他 啊 然后叫Jeffrey来打鼓 哈哈 OK 所以 所以你一拿到剧本的时候 当然首先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 你还有什么 其实我第一次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讲说 诶 事业子应该就四分钟左右吧 应该很简单吧 对不对 那我看 哇还真的是蛮简单的 因为我基本上没什么要做的东西 嗯 就是 以声音为主 然后我看了这个剧本之后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原来 剧本可以这样子写的 嗯 这个就是我第一个想法了 剧本原来可以这样子写 就是 虽然是以声音为主 但是那个声音不是 不应该讲以声音为主 应该说是以声音 带动整个故事 对啊 对啊 然后但是那个声音又可以是 画外音的那种形式来带动 对啊 受缘的约束 达到永生 然而永生 在这个时代 就整个东西是原来是不一样的 它整个单纯的这个效果啊 看起来 所以也让我放下心头的那块石头了 嗯 没演技也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 真的是有要求演技的 因为就有一场戏 因为一般上新演员 没有经验的演员 可能NG可能要五个take 三十个take 但是因为只有一场戏 所以就不会这么气馁 有很多时候 然后新演员第一次表演的时候 尤其是第一次表演的时候 尤其是第一次表演 他有一个困难就是 呃 他一鼓作气把最好的拿出来 可是 导演说 啊再来一次 谁了 对 所以我说我做错了什么 往往都是回到去第一个take的 对 都是回到第一个take 或者第二个 因为后面的都不可以用 因为后面没有后继无力 对对对对 所以在变成我 我设计这个时候 我是有考虑到 我这个演员 是不是有没有能力 可以让我承载三到四个五个或六个take 因为其实我觉得啦 在演员表演那一边 没有脸部的演出 他反而会更轻松 就好像这个离合 嗯 他其实 不是讲演员 他只是在后面出现 他都有在出现 对他有出现 一直有出现 只是没看到脸 对 就这样子的话 就会轻松咯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对 其实 其实有时候你看 拿到一个剧本 并没有这样的 并没有写成这样 我这个是 刻意写 为 担心演员的水平问题而写 其实这一个比较 你讲他剧本 我觉得更加像是一个分镜 分镜 分镜 分镜表是有图的 我这个 应该怎样讲呢 我这个是分镜头 这个叫分镜脚本 分镜脚本 那种形式 但 但其实 怎么说呢 如果万一你拿了一个剧本 然后你去到现场 然后你发现 其实你找来的几个朋友 演技也不怎么可以 那怎么办 有一个办法的 大特写 特写大到 看不出演技 你是想 大井吗 还是大特写 大特写 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然后大特写 所以变成 眼睛 你嘴巴 手 所以他只要focus在那个 就可以了 我要你的手掺抖 我要你的手掺抖 或者我要你怎么样 所以就只是拍那个手 大特写 对哦 对吧 你就可以很局部的 让他表演 这个片子不是剪得很碎咯 现在流行剪得很碎啊 OK 剪得很碎 不等于节奏快 不等于节奏快 对 没有错 YouTube上面有一个 叫 有一条视频 叫 Editing for Netflix 它是算 一秒钟多少个看 我可以放个链接在这里 大家去看一下 然后 你就可以看到其实 多角度拍摄 其实有时候可以推动故事的同时 也可以带帮忙演员的不给力 好 Either that or 远远的拍 一个大广景 广景 就是不要这种mid shot mid shot 你很痛苦 他的表情啊 动作啊 然后跟自体语言的那种 比如说你要说 来 两个人 拥抱 然后又很生硬的 抱在一块 就很困难嘛 所以我们不如远远 两个人 然后再 cut进去 就是两个人抱在一起 就拍头 对 和肩膀 很容易 所以很多短片 我看到都是大景 远景 就是大的 然后 不动 踩镜头 也有很多艺术导演 一个镜头 对啊 就一个大景 两个人坐在那边 对 和侯孝贤有一部 反大事 他又不是拍YouTube 他又不是侯孝贤 所以后来今天就来到我家 就录音了 我们其实是过了一次的 就我去了他家 做一些看景的同时 我们还run through 了一次剧本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做了什么呢 就改动了一些他 讲话习惯用到的字 所以编剧要不要做这个 在现在很多片场 现场呢 都有一个现场剧本编剧的 所以那个人会 还是说那个演员他自己修改 有一些演员看了剧本就说 垃圾 然后他就自己来了 也有这样的 这种大牌啊 导演也 他讲的垃圾是讲对白垃圾 还是讲剧情垃圾 因为他是觉得字太多 不要讲 谁我就不说了 反正有一些演员 比较有性格 他反正也不说 反正就是简单讲 他背不起来就对了 他就不要做功课了 反正就是这样 反正有这样的演员 不过现在中国很多都配音了 谁我不说了 中国很多配音嘛 对 是 没有 中国很多配音的原因 其实有 有几个啦 如果我们看Netflix的话 你会发现在 你按那个Audio的话 它是有很多语言选择 英文 马来文 韩文 日文 它其实有一些国家 是要求你 如果要在他们的电视频道上放的话 一定要配音 当地的 对 对对对对 所以好像新加坡就不能粤语咯 对 就有些国家有这种需求啦 马来西亚 曾经有过 曾经有 一定要有马来版的 对吧 但是现在是一定要有马来字幕 但是以前 他们也发现有问题的啦 没有 我记得有包青天配马来版的 对啊有啊 麻刀乱啦 马来人 哈哈哈 因为后来他们也发现 他们看字幕就ok了 对 就发现了问题嘛 这个情况在日本还是一样的 所以日本 很多电影在日本 比较慈善 就是因为他要花时间去 做这个 催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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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 算是 录这种剧本的 录音吧 有剧情的 对有剧情的 因为以前那种广告 广告其实只是要high 有fun 就可以开心的嘛 不是199 不是99 9块9 我录的那个是迪士尼的 哦 okok 迪士尼哦 大客户 迪士尼的那个录音的 所以 这个算是第一次有剧情的录音啦 因为感觉和配音有点不一样 嗯 不过你录的时候 你脑海里有画面嘛 你有没有说 有有 有画面 然后可能你没有注意到 我的手是 哦是是是 你是有表演的 因为我要借助这些东西去代录 可能有些人不用啦 嗯 大部分都要 大部分都要 就我觉得是需要这些东西去代录咯 嗯 嗯 蛮好的一个经验 啊 经验 经验 然后那一支麦也让我经验 哈哈哈 所以胡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 ok 我们不是大老大大叔 不是啊也是胡老师 我还有问我问题 对啊 因为这一次不是问你渣不渣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麦渣不渣 不是 我是要问 好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写一个这样子的剧本 嗯 ok 这个只是四五分钟的一个这样子细的话 嗯 我是否要以很多对白去充斥它呢 呃 还是其实 这四五分钟我完全不用对白也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我整条片不放剧本 不放对白是ok的 他是 四五分钟是一条短片呢 还是 预告片还是一个什么片 这个片子 这个是否是那个写的人自己要自己 肯定要知道 对吧 肯定要知道 我觉得就写一个剧本之前 我觉得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到底我要讲什么故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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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拍东西了 然后现在 就是练手啦 然后再加上我们也要练其他的东西 要就那也是练手嘛 是练手一个办法 对对对对 一个说法的 所以自己首先要练手 那第二呢 是我们已经有一年没有 有买了一些新器材 然后没有去熟悉他们 哦 我们这一年来做的都是很网络的东西 直播要吗 就是那种东西 所以变成其实对技术性的要求并不高 嗯 那这个这个首先是为了做这个 嗯 那第二呢 是要沉淀我这一年来写的一些故事 因为我们其实在2019年2020年到2021年 就是这一这一年加几个月的里面 我们其实开发了三个剧本 四个剧本 就就四条片 是四部片子的剧本 不是四个剧本 是四个故事的剧本 就好几十个剧本 剧本不止了 好多了 那这写的这个过程里面 可是因为 并不能马上拍嘛 嗯 那 可是我又发现很多人问 最近你们做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需要拍一些东西出来 让人家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还在 还没死 还在 还在 一样的 不同 还没死可以不再 第三个理由呢 是要给我们三个人 就是你我 Sam 各写一个故事 然后 然后 我现在我写了嘛 然后我拍嘛 Sam多技术嘛 然后下一个故事 Sam写 还是我帮他拍 他自己做特效 然后看了你 他找你做什么咯 不知道 哦 不知道找你做演员 肯定不会 我拍我怎么做演员呢 也对 对吧 所以不懂要找你做什么 哦 反正 会有一样事情 所以你可能是 也可能是拍摄 也可能 我不知道啊 剪啊 或者是做生意 不知道 做生意 很难讲嘛 然后 第三个就是你写剧本 然后我们帮你拍 然后Sam做特效 所以就反正我们就 就 就这样穿插 那个不同的 岗位 对 然后做出三条片子来 然后这三个 片子就各自写的 那个人导演 所以大家就 我觉得一个 要有链的吗 不需要 不需要的嘛 对吗 他可以写恐怖 他可以写白痴 他可以写无聊 可以了 但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好的编剧 必须要懂表演 嗯 这样你才明白 我写的这个 我大概 可以从我的演员 或者是我的角色身上 得到多少东西 嗯 因为你要 你懂表演的话 你写就比较 所以这个是一个 挺好的练习 作为一个编剧 提升你的编剧能力 如果你懂表演的话 那当然 编剧有 有时候 懒惰表演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东西 叫table read 就是围读 大家围在一起 一人拿一个角色 然后对着剧本来 用声音来 读 但那个只是 还是要 那个 体验不强 体验不强 但你真正在那个 镜头前面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感觉 会很强 因为毒而已嘛 有有有有 那种感觉 他不会把他的感情 感情放进去 对对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做这个的目的 是 嗯 这样子 哦 所以 呃 所以 所以 好 今天才是要这样子 然后 还是讲离合啦 片子 希望 能够快点 好 我们计划是 我们会 在现场拍一些 我们拍摄的 情况 应该会 这样把老师做 making of 不是 不是假假的 这边 就这四叶子吧 OK OK 拜拜 Have a good day 嘿嘿嘿嘿 嘿嘿嘿